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观光圣地 旅客搭乘大型邮轮就得以近距离欣赏威尼斯的古城风光 但邮轮体积庞大 一旦运行方向稍有偏差 恐对脆弱的骨骑造成严重伤害 过去就曾发生邮轮撞上码头的事故 因此在当地民众积极呼吁下 政府规划一条商用船只行驶的航道给邮轮使用 但这条航道远离威尼斯 沿途的景色也相对逊色许多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是许多观光邮轮的必经景点 大型邮轮驶入威尼斯在路线安排上 让船上游客得以近距离沿途保染威尼斯的古城风光 但是从当地居民的角度看来 邮轮有如巨型怪兽 它的出现令人触目惊心 大型邮轮动着十多层楼高 体积庞大 在威尼斯这座大多由木头建造的古老城市周边航道运行 过去就曾发生过正上码头的事故 也因此不少威尼斯居民积极呼吁禁止游轮行进圣马克广场 政府也规划新路线 渴望在武汉肺炎疫情告一段落后实施 目前规划的新路线预定 让大型邮轮改从威尼斯西湖到南方的水道进入 改走一条专给商用船只行驶的航道 最后停泊在一处工业用港口 以维护当地的西湖生态 这条航道远离威尼斯沿途景色相对逊色很多 大多数威尼斯居民都很欢迎这项改变 不过邮轮不停泊威尼斯 连带影响当地从事邮轮相关工作的人 例如在港口的行李搬运工 就有四千人生计受到影响 威尼斯自从去年春天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 游客锐检 过去人潮拥挤的景点变得恐怖一元 没人潮就没前潮 许多店家被迫歇业 疫情爆发前观光客每年替威尼斯带来二十亿欧元收入 当中万光邮轮占了近四亿欧元 也是相当重要的收入来源 禁止邮轮进入威尼斯的措施 要等新码头扩建工程完成后才会实施 中文社综合报道 让台湾帮忙 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串联挺台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在美台朝疫情期间捐赠防疫物资 台湾can help的精神获得美国主流社会肯定 从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 现在进展到美国国会议员 在四月二十七号就前天主动的一百五十几个议员 出来在twitter 在social media讲话 台湾can help 台湾is helping 他们讲说let Taiwan help 让台湾能够帮助大家 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黄敏靖 日前参与侨胞活动 颁发侨务咨询委员 侨务委员聘书和荣誉状 表彰他们无己协助政府推展国民外交 这是洛杉矶侨教中心 今年举办的第一场实体活动 活动进行坐足防疫 入口设置测温仪器 座位保持社交距离 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注意各种防疫的规定 包含社交距离 包含全程戴口罩 然后也注意到大家 不可以在里面用餐 这个疫情虽然有慢慢舒缓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个时候更加努力 保护自己 家人 朋友 还有同事 大家能够身体能够健康 王敏靖呼吁侨胞在疫情中 注意身体健康 也齐取担任 侨务荣誉职工作的侨界领袖 持续为台湾发声 捍卫中华民国台湾 确保台湾民主制度 永续成存 中央社记者林洪汉 洛杉基报导 全球视野除了在中央社网站 和华视频道看得见之外 也有粉丝团 只要在Facebook搜寻关键字 中央社影音新闻CNA TV 或是扫描QR Code 就能找到 我们将持续为您推荐 国内外最夯的新闻时事 欢迎按赞追踪分享 让全球视野打开你的视野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疫情冲击了传统餐厅的经营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外送和外带订单 那要如何快速出餐 又得让餐点历经送餐时程美味不打折 每一道细节 对出餐业者都是一大考验 看好这一波消费外送的新趋势 2019年一群资深的台湾餐饮经理人团队 决定把国外正夯的 幽灵云端厨房引进台湾 并且结合中央子母厨房 虚拟餐饮品牌 以及外送服务等管理概念 打造全新出餐 锁定外送外带的新创餐饮品牌 从餐点设计 品牌定位到寻觅卫星厨房 业者发展拓点快速 除了仰赖标准化的SOP 活用科技运算 更让他们事半功倍 我们第一方面是很会收集大数据 然后利用大数据去找我们的地点 所以地点就可以精准地去筛选到 哪一些地区会比较有优势 除了透过大数据掌握商圈趋势 业者也利用科技运算 精准抓出调控食材和备料成本 对于新创品牌的热度维持或太换 同样快狠准着重效率 为了强化外送餐点品质 业者坚持只挑选选適合外送的餐点出餐 即便和知名品牌合作也不例外 我们目前公司有20个品牌 15个品牌是自己新创的 然后5个是就是跟别人合作的 每个人每个品牌就是合作的品牌 其实合作的模式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可是大部分都是说跟他们买购他们的产品 然后我们就变成帮他们架构 煮餐然后帮他们出货 就变成他们其中一个分店 或是就跟他们研发一个新的菜单 然后研发出来新的菜单 就是他们两边都要接受得了 然后是跟他们的这个 不管是味道或是样子 要跟他们说一致的 精准的SOP是业者快速拓点的基石 但能够在消费市场站稳脚步 餐点的美味也是关键 除了不断检视自由品牌商品问题 推陈初心 业者也积极和知名商家结盟合作 同时着手计划海外布局 期盼让宝岛佳鸣洋国际 我们目前在台湾有16家店 然后规划是香港是6月要开业 然后菲律宾是7月 然后新加坡有可能是差不多7月 美国那边会变成就是第四季 就是年底回开 最主要的结果是希望说 把台湾的这些品牌 有名的知名度的品牌 把出口到别的国家去 让希望别的国家的消费者 可以享受到台湾的这些好餐 跟好牌子 尽管同样是卫星厨房 但针对不同区域 不同消费族群的订餐喜好 业者也会在供应品牌 和备料上有所取舍 掌握行销策略 才能在庞大的外送市场中 抢下稳健的消费订单 中央世界红黄军台北报道 香港近来出现外籍移工确诊变种病毒 当局4月30号晚间紧急宣布 当地所有移工5月1号至9号 需强制实施病毒检测 除了强制当地移工接受病毒检测外 港府也计划要求新进或续原移工接种新型疫苗 同时呼吁市民接种疫苗做好自身防疫 中央社记者张谦香港报道 疫情重创国际观光业 非洲南部贫穷国家星巴威 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维持国家公园的营运 今年将释出多达500头大象的合法猎杀权 每头像将以1万到7万美元的价码出售 并从国家公园送往狩猎区供猎人射杀 由于非洲像鼠兵为物种 新巴威政府此举 已经引起国际保育组织的踏伐声浪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以及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华视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